第1301章日月神玉 母亲玉席是一宝天一手安排的 这个答案让凌云整个人都是猛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一宝天想要母亲死 可为什么 难道之前想要凌云死的人也正是他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之前容景长老布也说了 当年是外公收他为义子 而且他和母亲他们的关系不是亲人胜死亲人吗 古老难道这就是你让我回到日月神谷后 不要表明自己身份的原因吗 凌云疑惑道算是吧 古老点了点头随即继续道 凌云你不要看日月神谷表面上风平浪静 但实则却并非如此 有些事情就连老夫也无法左右 所以老夫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 希望你能够理解 凌云冲着古老拱了拱手 古老的爱护 弟子感激都来不及 不过古老 弟子想知道 一包天为何要对我母亲痛下杀手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古老摇了摇头 具体是什么原因 老夫我也不知道 这件事 我也是调查了很久方才知晓 而且就算知晓也没有什么用了 他现在是我们日月神谷的谷主 若是没有他 我们日月神谷的状况恐怕比现在还要糟糕不知多少 甚至从四大超级宗门除名都有可能 那我外公呢 您说他是因为中毒方才先是 那可否知道到底是谁下的毒 林云继续疑问道 古老再度摇了摇头 若是老夫知道是谁下的毒 那老夫就算是活出性命 也会为老谷主报仇血恨 只可惜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任何眉目 弟子在斗胆疑问 会不会是我们现在日月神谷的谷主一包天 林云大胆问道 他既然派人杀自己的母亲 那他对外公下毒也就并不奇怪了 而且外公死去 母亲遇难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日月神谷的谷主 随便一想 也是这一包天的动机最大 古老面色顿时间凝重了不少 但他还是摇了摇头 林云 在没有确凿正确之前 老夫也不敢说就是一包天做的 毕竟 老谷主对他是如己出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更何况 这些年来 他确实为了日月神谷做出了不少贡献 总之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老夫希望不是他 这些话语就足以说明 古老也在怀疑一包天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罢了 如若真是一包天干的 那此人就是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 林云 今日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 只是让你明白你现在的处境 让你知道老夫之前的丁主并不是乱来的 以后你自己也一定要好生注意一点 古老丁主道 是 林云点了点头 至于当年的事情具体如何 我一定会一直调查下去的 不过事情毕竟过去很久了 我也调查了很多年 一直毫无头绪 除非能够找到你的母亲 或许也只有你的母亲知道事情了 古老补充道 我母亲知道 古老 那你可知道我母亲到底去哪里呢 为什么她会突然失踪 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也是林云最为关心的问题 这是你母亲留下来的东西 那一次她悄悄回到日月神谷 就将这个给了我 说是要留给一个人 这些年来我也试图想要将其打开 但一直无法打开 现在看来 想必她就是将这个东西留给你的吧 古老从她的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枚玉佩 玉佩之上有着一幅图案 但那图案似乎被什么东西给遮挡住了 根本无法看清楚这图案是什么 而且 这上面还有着某种十分诡异的封印气息 正是这种封印 让他人根本无法窥探其中的奥秘 林云接过玉佩 刚一触及 就莫名地觉得 这玉佩跟自己有着一种莫名的联系 那种感觉就好似这玉佩就是属于她的一般 这让林云十分纳闷 母亲留下这枚玉佩到底是所为何事 林云二话不说 直接咬破舌头 然后迫不及待地网玉佩上滴了一滴精血 就在林云的精血滴落在那玉佩之上的时候 整块玉佩突然之间光芒大放 一道道光辉不断从其上暴射而出 最后在空中凝聚出了一行字 更确切地说 那是一封信 云儿 你看到这封信的概率应该只有万分之一 但如若你看到了这封信 那娘亲为你感到自豪 这说明你已经摆脱九天绝脉的束缚 踏上了五道之路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娘亲应该已经失踪很多年了 你和你父亲也一定在想方设法找我 你们放心 只要玉佩没有破碎 就代表着娘亲我没事 但不要找我 除非你有能力可以将玉佩上的图案点亮 点亮图案之后 你现在所有的疑惑应该都会迎刃而解 包括娘亲到底去了哪里 去做什么 你也都会一一知晓 但如若你没有能力 那就帮娘亲好好保管好这枚玉佩 娘亲但凡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一定会想方设法回来见你和你父亲 这枚玉佩叫做日月神玉 是当年你外公给我的 在玉佩之中 一共有着三道秘术 这三道秘诀是你外公曾经留给我保命用的 在遇到你父亲前我已经使用过一道秘术 剩下的两道秘术 你都可以在你危险 的时候使用 但一定要记住 这等玉佩千万不要在日月神谷之人面前使用 否则恐怕会找来杀身之祸 云儿 待我向你父亲问好 我会一直想念你们 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回来 近到此为止 可以看出这封信应该是娘亲在十分匆忙的情况下留给凌云的 虽然没有从这封信中得知母亲的下落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这玉佩还没有破碎 母亲还活着 只要母亲还活着 这无疑比什么都重要 至少说明他们全家还有很大的希望可以一家团聚 若是父亲知道这个消息 一定会激动坏了吧 第1302章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点亮这日月神谷上的图案就可以弄清楚我所有的困惑 而且还能够知道母亲的下落吗 凌云目光一灵 心底微微一沉 她自然不会守株待兔 等着母亲回来 母亲若是真的能够回来 或许早就回来了 也不至于等到现在还一直杳无音信 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以面对的困难 凌云自然希望早一点知道母亲的下落 然后去找回母亲来 所以她的目光很快就锁定在了日月神谷的那张模糊不清的图案上 凌云再度滴了一滴精血在那图案之上 但并没有任何卵用 随后凌云又将自己能够想到的办法试了试 结果都是毫无用处 凌云 不要强求 你母亲既然这么做 就一定有她的道理 她想必知道当你知道所有事情后会给你带来灾难 所以希望你在知道之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 等你实力足够了 自然就很容易将这预配上的图案 点亮 就像我之前担忧你实力不够 所以并不想将一些事情告知你一样 所以在这之前你还是抓紧时间好好提升你自己的实力吧 古老提醒凌云道 凌云微微有几分失望 她比任何人都希望能够早点知道母亲的下落 但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 只能够以后等自己实力再提升一些 再来点亮这枚日月神谷上的图案了 多谢古老今日将事情告知凌云 凌云感激不尽 母亲和外公的事情 我以后一定会调查清楚 若是让我知道是谁害死了外公 害得母亲失踪这么多年 我凌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凌云先是感激了一番古老 然后十分信誓淡淡地道 凌云 我知道你任何事情都有你自己的想法 但我还是希望你凡事不要太过于声张和暴露自己 那样子会让你更加处于危难之中 即便我能够庇护你一时 但也绝对不可能时时刻刻庇护你 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古老再度到 凌云点了点头 他自然明白这古老的意思 古老的教会 凌云已经铭记在心 以后一定会更加小心谨慎 不让古老担忧 好 这是几张符文纸 虽然你已经有了日月神域中的秘书 这些符文纸对你的用处应该不大 但留在身上应该也可以以备不时之需 古老直接给了凌云五张符文纸 这五张符文纸中有三张神形盾走符 有一张攻击符文纸 还有一张防御符文纸 多谢古老 凌云没有跟古老客气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用处还是很大的 就算自己没用 留给贺林和问纸 含他们也是极好的 总之凌云是绝对不会嫌符文纸多的 之后 古老又叮嘱了凌云一番 凌云都是记在了心底 最后方才离开了木屋 凌云 你别看古老身居于此 不安是事 但对你的事情 他却十分上心 自从上一次你在日月神谷遇袭之后 他就一直在暗中调查是什么人 而且还帮你清除掉了一部分人 所以那些人这一段时间才不敢再造次 否则现在的你就算不死 也一定会被那些人弄得苟延残喘了 景洪带着凌云离开山谷 在离开的时候 也是对凌云道 凌云心中微微一股暖流涌动 若不是古老 恐怕凌云还真的难以在这日月神谷之中待得这么舒服和安逸 因此心底对古老和荣景长老都是发自内心的非常感激 回到自己的庭院 凌云便是开始修炼咒须飞龙指 同时也根据这咒须飞龙指的修炼特点 然后研究出一套适合其余人修炼的方法来 这种修炼和钻研过程整整耗费掉了凌云五天的时间 五天之后 她终于是将咒须飞龙指修炼成功 同时将第一指完美的掌控 以她现在的能力 也仅仅只能够施展出第一指罢了 同时凌云也终于是研究出了一套适合大众的修炼方法 她相信只要七长老他们严格按照这套方法修炼 一定可以将咒须飞龙指修炼成功 至于修炼的速度和修炼到什么程度 那确实还是得跟他们的五道天赋有不小的关系了 简而言之 就是凌云将修炼方法简化了不少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将其掌控 做完这些 凌云就直奔练气风而去 到达练气风的时候 七长老已经在练气风等着凌云了 凌云当即就将咒须飞龙指的修炼方法给了七长老 七长老半信半疑的将修炼方法接过 然后却是十分惊喜地对凌云道 凌云你还真是一个妖孽 按照你的办法 宝气确实修复的十分成功 只差最后一点时间 就可以毫无悬念的将其彻底完美修复成功了 就连空文大师和原济等人看向凌云的眼神 此时也充满了一丝敬意 毫无疑问 凌云已经用其高潮的炼丹水平征服了空文等人 甚至空文和原济等人此时此刻都已经不约而同地 称呼凌云为一生大师 这若是让其余宗门的炼气师知道 一定会惊掉大牙 毕竟空文好歹也是七品炼气师 竟然称呼一名少年为大师 这也太搞笑了吧 凌云 四大超级宗门都已经不谋而合地选择在一个月后进入上古战场 之前我答应过你 只要你能够帮忙修复这件宝器 就让你也一同进入上古战场 所以一个月后你就跟随我们一起进入上古战场吧 七长老道 一个月后吗 凌云当然要去 自然没有任何犹豫就立即答应了下来 凌云大师 十天之后就是九州的炼气盛会 而炼气盛会的地点正好就在前往上古战场入口的半路上 所以在前往上古战场之前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参加一次炼气盛会 空文询问道 听见空文的话后 凌云眉头稍稍皱了皱 随后便是直接点头道 既然顺路 那当然要去见识一下 炼气盛会凌云不感兴趣 他之所以选择去参加 无非就是想要去看一看 柳如烟会不会也去参加那炼气盛会 自从四神寓一别后 凌云就再也没有柳如烟的消息 也不知柳如烟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了 取久不见 甚是想念 第1303张炼气工会 既然确定了宝气修复的不错 也确定了接下来的行程 那凌云自然就回到自己的庭院之中去准备一番 同时也安排一下贺凌和问指寒他们一些事情 比如凌云让贺凌想办法联系龙武帝宗的云清雪 让云清雪去跟风云商会的秦九哥戏谈合作的事宜 虽然之前出了那些事 但凌云对秦九哥还是有几分信任的 只要秦九哥有点野心 想要将风云商会发展成九州第一商会 那他应该就不可能会选择不跟龙武帝宗合作 除此之外 凌云也逐一教导了一番贺凌和问指寒等人 让他们在修炼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将所有事情交代完毕之后 凌云方才跟着空文和元祭等炼器师一起离开了日月神谷 这一次离开 容景长老奉了古老的命令 一直跟随在凌云左右 保障凌云的安危 毕竟此番离开 无论凌云是去参加炼器盛会 还是之后进入上古战场 所面对的都是其余三大超级宗门的人 这可就不像是在日月神谷之中了 四大超级宗门的人向来都互相不对付 搞不好就各种杀法威 且 有容景在凌云身边 至少也能够有所保障 对于古老和容景长老的好意 凌云自然没有拒绝 而且应该也没法拒绝 至于七长老 他需要继续等待其余炼器师将那件环形宝物彻底修复成功 然后再率领日月神谷的其余人前往进入上古战场的入口 所以并没有跟凌云一起上路 就这样 凌云和空文等人一同上路 一路之上 凌云都是在着重修炼剑神印 只有将剑神印第二印完美掌控 才能够开启第二道九印分身 这对凌云来说非常重要 若不是之前靠着第一道九印分身帮助凌云将龙点修炼出来 凌云恐怕的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够掌控龙之力以及龙足武学了 只可惜这九印分身只能够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否则那将对凌云更是受益无穷 若是他能够尽快将剑神印第二印完美掌握 继而开启剑印空间 拥有第二道九印分身 那凌云的修炼速度一定会更加大幅度提升 只是 这剑神印第二印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将其完全掌握的 特别以凌云现在的五道修为 也根本无法将第二印完全施展出来 只有等凌云能够将五道修为更加提升一个等级 才有可能将其威力彻底的掌控出来 而且 就算不是为了修炼剑神印 光是之后要进入上古战场 那在进入上古战场前 将五道修为有所提升 对凌云也是在好不过的事情 可若是就这么修炼的话 凌云估计至少还需要一段不少的时间才能够有所突破 除非凌云能够获得一些不错的五道资源 没有办法 这种事情也急不来 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了 跟着空文和元济等人 数天之后 众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叫做万气城的古城之中 听闻这里就是九州之上炼器大师聚集的圣地 而炼器工会也设立在此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办一次炼器盛会 九州之上 但凡是有些威望的炼器师都会前来参加 可以说这一次炼器盛会对炼器师来说绝对是最大的盛会 不过这炼器盛会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的 只有炼器工会发出邀请的人才有资格参加 所以对于很多炼器师而言 能够被炼器工会邀请前来参加这炼器盛会 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份莫大的殊荣了 当然 很多没有被邀请的炼器师也会赶来万气城 他们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常常见识 凑个热闹罢了 对于这些 凌云都没有兴趣了解 跟着空文等人进入万气城 不久之后就到达了炼器工会 只是在空文和凌云等人到达炼器工会的时候 另一对人马也到达了炼器工会 从他们身上的服饰可知 这群人是清风明月阁的人 为首的是一名跟空文差不多年纪的老者 一头棕色头发 只是那看向空文和凌云等人的眼神 却充满了深深的面世 空文和元济等人见到这些人 本来丝毫没有要搭理他们的意思 可清风明月阁的人却并不这么想 只听见那名老者阴阳怪气地冲着空文笑道 空文 一年不见 没想到你们你有脸来参加这一次炼器盛会 莫非你们日月神谷的人都忘记了去年的炼器盛会 你们日月神谷的炼器师有多丢人现眼吗 就是 若我是日月神谷的炼器师 我宁愿找个地方一头撞死 也绝对不会再来丢人现眼了 那老者身边另一名炼器师冷嘲热讽地接过话去 这些话语 让空文和元济等人都是面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似乎去年的他们遭受了什么耻辱一般 林云 虽然我去年没有参加这炼器盛会 但也听闻去年我们日月神谷的年轻炼器师 几乎被其余三大超级宗门的炼器师碾压 不但被其余三大超级宗门的炼器师碾压 甚至还被那些不是三大超级宗门的炼器师给碾压了 以至于这件事被人嘲笑了很久 而这清风明月阁的炼器师 去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表现 隆景在林云身边道 连隆景长老这等并不是炼器师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可见这件对日月神谷并不光彩的事情多半在九州之上属于人尽皆知了 乌宝 我承认我们日月神谷去年表现的不够好 但去年是去年 今年是今年 去年我们日月神谷所丢掉的 今年我们都会拿回来 空文面色沉明 却坚定十足地道 有林云在 空文底气十足 哈哈 空文 你的脸皮什么时候这么厚了 去年丢掉的今年都会拿回去 就凭你带来的这几个年轻的炼器师吗 我看你还是早点清醒吧 趁着还未再次丢人现眼前 早点会溜溜离开为好 那名被叫做乌宝的老者已止气使地笑道 仿佛他在空文面前高人一等似的 但实则他们两人都同样是七品炼器师 在炼器工会中的地位也同等 乌宝 废话少说 炼器盛会开始之后再见真章吧 空文显然并不想跟他们多废口舌 空文 那么着急干什么 我还没有向你介绍我的得意弟子 但乌宝亲面一笑 随即看了一眼身边的一名青年 继续道 这是我新收的得意弟子 名叫万唐 年仅二十七岁 就已经是一名六品炼器师 万唐 还不过来见过空文大师 若是这一次不好好跟空文大师打个招呼 恐怕以后都没有这种机会了 顺便也跟日月神谷这几名青年炼器师打个照面 毕竟等练器盛会开始后 你们在练器大赛上很有可能会成为对手 言外之意很简单 就是在说经过这一次练器盛会后 空文以后绝对没脸再来参加练器盛会了 第1304章练器大赛 周围众人听见乌宝的介绍 一个个都是目光炽热地落到了乌宝身边的青年身上 他就是万唐 那个今年突然冒出来的练器天才吗 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号 据我所知 他光是在今年一年之中 就从四品炼器师突破到了六品炼器师 炼器天赋属于万中无一的存在 没想到他竟然成为了乌宝的得意弟子 看来今年清风明月歌恐怕会有更好的表现了 众人议论纷纷 对那叫做万唐的青年都是感到惊奇 那万唐似乎非常享受众人的这等议论 随即就十分高傲地对乌宝道 师尊 你也说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了 既然如此 那又何必要弟子跟其打招呼了 至于这几个日月神谷的青年练器师 他们根本不 可以成为我的对手 所以就更没有必要跟他们打个照面了 轻蔑 极致的轻蔑 侮辱 绝对的侮辱 他根本就没有将空文和凌云等人放在眼里 果然是乌以类聚 这万唐跟乌宝一唱一贺 说白了就是为了埋太空文等日月神谷的人 而且随着这些话语道出 周围来往的众人也都是对凌云和空文等日月神谷的 练器师指指点点 一个个都是毫无疑问地露出嘲笑之色 那般样子 好似凌云和空文等人在他们眼里都只是一个笑话一般 这让空文和元济等人的面色更是阴沉了几分 果然是有什么样的师尊 就有什么样的弟子啊 可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说的就是这个礼巴 就在这时 凌云的声音却突然在场中响起 这让众人为之一恶 所有人自然都听得出来 这凌云就是在骂乌宝和万唐 就连空文和元济等人都是愣了愣 饶就是元济 在这种情形下 都无言以对 但凌云却出声牛独不怕虎 竟敢说出这种话来 以至于乌宝和万唐面色微微一寒 但很快那乌宝又冷笑了起来 正打算要说些什么 但还未说出口 就已经被凌云抢先一步开口道 空文大师 我们何必跟这种啊猫啊狗废话呢 我们进去吧 说完 凌云就率先大摇大摆地朝着炼器工会走了进去 就好似他才是日月神谷这些炼器师的领头羊一般 众人更是看呆了 这小子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语出惊人 这完全是不将乌宝和万唐当人看啊 这小子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真当他自己是什么人了 众人有惊恶的 但更多的人是对凌云嗤之以鼻 小子 给我站住 乌宝不爽地喝道 还没有小子敢在他面前说这种话 岂有此理 你叫我站住我就得站住吗 你算哪根葱 给我日月神谷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凌云转过头 宠辱不惊地喝道 这更是让众人惊雷滚滚 你算哪根葱 那可是七品炼器师 对炼器师来说绝对是德高望重的存在 倒是你小子算哪根葱 众人顿时间对凌云就更是无语凝业 放肆 竟敢如此跟我师尊说话 那万唐虽然道 哈哈 就允许你这么跟我们日月神谷的空文大师这般说话 不允许我对你的狗屁师尊这么说话 你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也不撒抛尿照照镜子自己什么德行 凌云撇了撇嘴 将万唐视若无误 区区六品炼器师就这么嚣张 那就看看谁更嚣张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万唐脸上涌现出一丝愤怒 下一刻 竟然直接对凌云动手了 他还是一名舞者 不过只是一名真舞进一重舞者罢了 他的攻势都还未落到凌云身上 就见凌云仰手一番 啪的一声 万唐的脸上直接出现了一个红通通的巴掌印 同时凌云脚下一动 那万唐就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跪在了凌云的面前 跟凌云比武道站立 笑话 觉悟不错 让你撒抛尿照照镜子 你立即就认识到自己很垃圾 马上就跟给我跪下了 以后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凌云淡漠笑道 这让万唐更是气急败坏到了极点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练气大赛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耻辱 万唐怒火横烧 是吗 那也要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凌云轻轻一笑 就直接转身走入了练气工会之中 空文等人见状 依旧处在了一连猛逼状态之中 凌云的狂他们虽然见识过 但他们从未想过 在面对清风明月阁的时候 他还能够狂成这样 但他们心底却莫名地觉得非常解气 空文 练气大赛是什么情况 进入练气工会后 凌云就好奇问道 他之前没有听空文他们说过练气大赛的事情 至于凌云直呼空文的名字 这是空文自己要求的 凌云大师 之前忘记跟你说了 在这一次练气盛会的过程之中 会有一次练气大赛 这练气大赛只有30岁以下的练气师才有资格参加 一般来说 各个势力派出的年轻练气师表现如何 就代表着那个势力的练气水平 去年我日月神谷派出的青年练气师表现极差 所以空文回答道 凌云大师 这一次练气大赛有你在 我们日月神谷一定可以扬眉吐气 远记在一旁附和道 凌云眉头皱了皱 对于练气大赛 他根本就毫无兴趣 凌云大师 在练气大赛上 若是能够表现优异 练气工会会奖赏那弟子所属势力的练气师不少奖励 而取得练气大赛第一名者 还可以进入练气工会的气垫之中 挑选各种宝器 甚至只要你有能力 气垫之中的数万件宝器 你想拿多少都可以拿多少 空文似乎生怕凌云不参加 所以立即将参加练气大赛的好处说了出来 数万件宝器 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凌云微微有所动容 凌云的吞天龙族血脉 赋予了其吞天熔炉的本领 有着这套本领 凌云可以通过吞噬任何东西的五道 晶圆等物质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而大多宝器之中 往往具备了一些气微和气磷 这里是炼气工会 其收藏的宝器绝对不是普通宝器 若是将其吞噬 毫无疑问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凌云的修炼速度 之前凌云就一直在思量该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五道修为 继而将剑神印第二印能够彻底施展出来 而现在若是他能够获得那炼气大赛第一名 将那数万件兵器全都吞噬掉 想必应该也差不多可以突 破了 泽泽 还真是雪中送叛啊 既然如此 那这炼气大赛我会参加 而且炼气大赛的第一名 非我莫属 凌云砸了砸嘴道 听见凌云这番话语 空文和元记等人都是一脸喜意 他们甚至都已经开始期待起凌云在炼气大赛上是如何经验四座 如何让那些企图看他们日月神谷笑话的人失望 如何扬眉吐气了 第1305张烈龙时 进入炼气工会 空文和凌云等人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但在炼气工会之前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很多人都是对凌云充满了好奇 但更多的人还是对凌云嗤之以鼻 特别是凌云对待万堂和乌宝的态度 让众人都是不悦 他们并不知道凌云的名字 只觉得凌云是默默无闻的存在 但他们知道天才恋丹师万堂 更认识德高望重的乌宝 甚至一直将乌宝视为颇为敬重的对象 凌云的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是大不敬 再加上去年日月神谷的炼丹师让众人大跌眼镜 沦为笑柄 继而使得众人对日月神谷的众人更是不太友好 就连同空文这个炼气师工会的长老 这一次在炼气工会中所受到的待遇也是大不比从前 对此空文和原济等人都是心底非常不爽 心底憋足了静等着凌云在炼气大赛上打这些人的脸 至于凌云倒是对这些并不在意 他的心思还是放在寻找柳如烟上 只是在炼气工会找了一番柳如烟 都没有找到任何柳如烟的踪迹 凌云也询问了一番有没有人听说过柳如烟这个名字 但得到的答案是没听过 这就让凌云纳闷了 柳如烟 炼气天赋不错 当初在四神域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名三品炼气师 之后凌云又将星辰天尊的炼气宝典送给了他 让他在炼气上又精进了不少 如今他离开四神域也有一两年了 在炼气上的能力应该又有了很大的提升才对 不说明动整个九州 但至少还是有资格来参加这炼气盛会吧 莫非柳如烟在九州发生了什么意外 这般想着 凌云心底微微凝重了几分 最后 确实在炼气宝会没有找到柳如烟的身影之后 凌云只好暂且放弃了继续寻找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 不过凌云也不怕以后见不到柳如烟 自己的名声在九州已经不小 若是柳如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他听见自己的名字 得知自己在日月神谷 想必也会去找自己吧 所以凌云也就不再多想 等参加完这一次炼气大赛 夺得第一名 借助于那气垫之中的宝气将自己的五道修为提升 继而开辟出第二道九印分身再说 老颜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在这炼气施工会中有这一件东西 对我很有帮助 不知道你说的那件东西是什么 凌云突然记了起来 当初在日月神谷炼气风 空文第一次提及炼气工会的时候 老颜就提了这么一嘴 当时凌云并未太过于放在心上 少年郎 你不说本尊都差点忘了 据本尊所知 每一个地方的炼气工会 都会有着一种叫做龙石的东西 这种东西十分罕见 很难以找到 但对炼气施来说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炼气材料而已 但对你来说 就不一样了 炼火天尊回答道 龙石 凌云前世不曾听闻过 毕竟纵然他前世是龙武大帝 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见过 于是他便是直接好奇问道 老颜 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就直说那所谓的龙石对我来说到底有何作用吧 这龙石对你来说 就如同当初一伙对于小九一般 所不同的是 这龙石所能够提升的是你体内的龙之气 你这少年狼应该知道龙气对你的重要性 这一点就不用本尊明说了吧 炼火天尊道 凌云当然知道龙之气的重要性 就像武者使用灵气转化成的灵力来施展各种武学一般 凌云也需要利用这龙之气转化为龙之力 继而施展出龙足武学 灵云现在体内一共凝聚出了七道龙旋 这七道龙旋之中的龙之气是有限的 之前那阴龙尊者和阳龙尊者也说过 一旦龙旋之中的龙之气枯竭 那龙旋就会空位 若是那所谓的龙石真的可以帮助灵云充灵龙旋 提升灵云体内的龙之气 那对灵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毕竟龙之气可不像天地灵气一般在天地之间都大量存在 若真有这种东西 那自然将其弄到手 希望他们这炼气施工会将这龙石都放在了那所谓的气垫之中 到时候只要获得炼气大赛第一名 就可以统统拿走了 灵云道 这种东西多多益善 之前灵云也担心过自己以后的龙之气会不会不够 若是不够就算是掌握再多龙族武学都没用 现在这龙石对灵云来说无异于就是雪中送炭 那灵云岂有错过的道理 少年郎 还有一件事别怪本尊没有提醒你 本尊记得你之前说过能够帮助贺勋修复丹田 让他身体痊愈 现在本尊已经将贺勋的身体打造到了最佳的修炼状态了 就等你帮他治愈身体了 炎火天尊提醒道 老颜你就放心吧 我答应的事情自然不会忘 迟不相瞒 我现在也能够帮贺勋的丹田修复 但这等修复完毕之后 贺勋的丹田恐怕还是会很脆弱 所以我打算再找其几种药材 再帮他修复 帮其丹田修 复到最好的状态 甚至有望让其丹田远超普通武者的丹田 凌云回答道 他早就想过了这个问题 之前本来也打算回到日月神谷后就帮助贺勋治愈身体 但后面他放弃了 凡事都不能够操之过急 他宁愿再等一等 等找到另外的药材后 再帮助贺勋完全修复 这也算是对贺勋负责 否则即便在时帮助贺勋修复成功了丹田 帮助其踏上武道之路 以后估计也还会出现很多问题 罢了 你将这件事记在心上就好 不过最好在三个月内帮助贺勋治愈好 三个月后我就不能够保证贺勋的身体 还能够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了 野火天尊道 好 凌云点头道 就在这时 有人敲门 凌云打开房门 就见到原济在自己门前 凌云大师 今晚练气师公会会有一场晚宴 这一次晚宴是练气师公会举办的 空文大师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出席 因为在这一次宴会上 会进行明日练气大赛的报名 原济开门见山地道 第1306章神秘美女练气师 听见原济的话后 凌云立即就点头道 可以 我跟你们一起去 空文大师已经在等我们了 我们这就过去吧 听见凌云答应 原济脸上一脸笑意 如今的他 早已经不是那个当初一直怒对凌云的人了 自从凌云将他们无法修复的宝器修复成功后 他对凌云就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那就过去吧 凌云立即就跟着原济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跟空文等人会合之后 凌云就在空文的带领下直接朝着宴会举办地点而去 容景长老由于要保护凌云安危 所以也跟随在凌云身边 不久之后 众人终于是到达了练气工会中的一座面积不小的庭院之中 而今晚的宴会就在这里举办 此时 庭院内已经摆放了不少桌椅 不少桌椅上也都已经坐了不少人 这些人都是身上都像空文和原济等人一样佩戴了一枚炼气师徽章 从这些徽章可知 很多炼气师的品级也都不低 在路上 空文已经将凌云的炼气师徽章给了凌云 毕竟上一次凌云已经在日月神谷炼气风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考核 而且镜像还被空文保存了下来 今日空文也是利用那镜像去帮助凌云在炼气师工会打造出 了这枚七品炼气师徽章 不过凌云并未将其佩戴出来 毕竟七品炼气师徽章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出门在外 该低调的时候还是低调一点好 见到凌云等人到来 其余炼气师根本没有人上前来打招呼 甚至一个各看向凌云和空文等人的眼神都是充满了一丝倾笑 特别是众人得知凌云就是之前在炼气师工会前对乌宝和万堂大不敬之人后 就更是对凌云轻蔑不已 与此同时 乌宝和万堂等人也来到了庭院之中 但所受到的待遇跟凌云和空文等人完全不同 很多练气师都是主动站起来跟他们打招呼 甚至有些练气师还非常热情地上去畅聊 仿佛跟乌宝他们聊上两句都是一种殊荣似的 这让德乌宝和万堂等人都是得意不已 他们看向空文和凌云的眼神也是极为得色 仿若是在看一群蝼蚁一般 乌宝大师 今日晚宴的座位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你们清风明月阁的练气师都被安排在最前面的那一桌 现在你们就可以入座了 一名练气师工会的男子走到乌宝等人的身前 对乌宝等人客气地道 随即那男子便是将乌宝等人领到了最前面那一排的一张木桌处 安排完乌宝等人 那名男子方才走到空文和凌云等人面前 对空文道 空文大师 你们日月神古练气师的座位也安排好了 请跟我来 说完 那男子就将空文和凌云等人领到了最后一排最角落 也是最不起眼的一张木桌 次大超级宗门的练气师往年都是被安排在最前面一排的座位 你让我们日月神古的练气师坐在这里是为何意 原济非常不满地喝道 但那名男子却淡漠一笑道 今年晚宴是由九尊门的练气大师福安长老安排的 你们日月神古若是有意见 大可去找福安长老 在这里跟我叫嚣也没用 如若你们实在不愿意做 那你们可以站着 也可以离 开 这男子可以说是完全不将空文等日月神古的练气师放在眼里 这让日月神古众人都是愤愤然的样子 而且空文好歹还是一名练气师公会的长老 凌云怎么也没想到空文等人在这练气师公会竟然会被欺负成这样 周围其余练气师见状 一个个都是满脸嘲笑 却将福安给我叫出来 空文愤怒道 一个人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空文虽然脾气好 但并不代表着他乐意踩在头上 空文叫老夫出来干什么 我知道以你长老的身份 坐在这个位置确实有点委屈了 但今年的晚宴座位是按照去年各大师历练气师的表现来安排的 你们日月神谷的练气师去年是什么样的表现 你们应该比我们都清楚吧 可以说这个位置对你们来说 实至名归 与其在这里不满 不如今年好好争口气 在明日的练气大赛上好好表现 一名老者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九尊门的练气大师福安 他也是练气师公会的一名长老 由于去年九尊门的练气师也颇为优异 从而让其地位在练气师公会上升不少 地位比空文高了不少 练气师公会为以重任 将今年的晚宴交给他来安排 你原忌气不过 但却被空文制止住了 算了 就在这座下巴 空文知道多说无意 这福安就是故意为之 今晚先帮凌云报名 明日练气大赛 凌云的表现自然会让这些人后悔 凌云对这道没什么在意的 做哪里不是做 见到空文等人接受 福安脸上掀起一抹冷笑 随即去安排其余事情去了 接下来雪恋神宗和九尊门其余练气师也都相继到来 毫不例外 他们的到来也都受到了其余练气师的热情相待 而他们的座位也跟乌宝等人一样 被安排在第一排最显眼的地方 接下来 天色逐渐变晚 越来越多的炼气师到来 现场变得越发热闹 你们听说了吗 这一次晚宴 炼气师工会将会公布那个神秘炼气师的身份了 神秘炼气师 就是那个被炼气师工会会长收为弟子的炼气师吗 这是真的吗 据我所知 那可是一名大美女 之前本来是在一个小市里学习炼气 但不知怎么的被炼气工会会长发现了 从而收为弟子 之后就一直在闭关学习炼气一道 我所听见的消息是 那神秘炼气师炼气天赋十分恐怖 比万堂什么的都要强 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到底是极品炼气师 哇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今晚若是有幸可以一睹那名神秘炼气师的方容 这一次炼气盛会 我就已经算是没有白来了 周围所有人都开始议论了起来 而他们口中此时都是在谈论所谓的一名神秘的美女炼气师 第1307章都是垃圾 随着有人提起那所谓的神秘美女炼气师 现场所有人都是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 大家似乎对那所谓的神秘美女炼气师都是非常感兴趣和期待 神秘美女炼气师 灵云眉头微微一皱 灵云大师 据我所知 这位神秘美女炼气师可不简单 听闻其炼气手法十分奇特 就连会长大人都是对其赞不绝口 而且那小丫头确实在炼气上天赋异禀 所以会长大人才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收为徒弟 在会长大人的教导之下 其进步更是神速 就在几天前 好像刚刚通过了七品炼气师考核 已经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七品炼气师 空文以为凌云对那所谓的神秘美女炼气师很感兴趣 所以才在凌云耳边介绍道 凌云点了点头 对于炼气意图来说 男子向来居多 女子能够在炼气上有所建树之人 往往只占少数 能够让整个炼气师工会的炼气师都为之动容的美女炼气师 倒也确实算是非常不错了 空文 不知道炼气师工会会长现在是什么炼气师 凌云好奇问道 能够成为炼气师工会炼气师 想必也是这九州之上炼气水平最高之人了 会长大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是一名八品炼气师了 空文回答道 八品炼气师 还算可以 凌云评价道 在九州之上能够有着如此品级 倒是微微出乎了凌云的意料 毕竟一般来说 七品炼气师和八品炼气师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对于大多数炼气师来说 这不是光靠炼气天赋就能够跨越的 甚至很多炼气师一生都难以跨越这道坎 就还算可以吗 空文和元记等人听见凌云这等评价都是愣住了 八品炼气师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他们的毕生追求了 但凌云听见之后 却只是略显清灭地评价说还算可以 这什么意思 莫非八品炼气师在凌云眼里都这么不值一提吗 若是不知道凌云的炼气水平 空文等人听见这等话语 那他们一定会认为凌云疯了 但他们偏偏知道凌云的炼气水平 以至于他们并没有认为凌云疯了 反而更加好奇 凌云的炼气水平到底到达了何等程 度 莫非他也是一名八品炼气师不成 就在凌云和空文聊天的时候 现场突然之间安静了不少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不约而同地往庭院入口处望去 就见到一名花白头发的老者 在其余炼气师的簇拥之下走了进来 那花白头发老者看起来八九十岁的样子 但年纪应该会更大 但其看起来精神抖擞 应该舞蹈修为也不低 更重要的是他胸口佩戴着一枚金色徽章 整个现场所有炼气师 拥有金色徽章之人就读他一份 金色徽章上一共有着八道光点 那代表着他就是八品炼气师 毫无疑问 此人就是炼气师工会的会长 见到这位老者到来 现场所有炼气师都是肃然起敬 一个个全都是自发地站了起来 然后冲着那老者十分恭敬地拱了拱手 那老者见到众人如此 脸上充斥着灿烂的笑容 然后缓缓走到了庭院最前方的位置 伸出手是示意众人都坐下 欢迎各位炼气师来参加这一次炼气盛会 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今日的晚宴只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自然就是让各位炼气师相互熟悉 相互交流一下 第二个目的 自然就是总结一下这一年来我们九州炼气师的作为和主要事迹 然后就是明日炼气大赛的报名 第三名目的 在时保密 炼气师工会会长清了清嗓子 直截了当地对所有人道 就这样 晚宴正式开始 各种美食上桌 大家该吃吃该喝喝 畅聊不止 当然 很多炼气师都是上前去巴结炼气师会长和乌宝等其余三大超级宗门的强大炼气师 至于空文和凌云等人 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存在 而且除了空文带领元纪等人去向炼气师工会会长进了一杯酒后 他们也没有再去找其余人交流 终于 半个时辰后 大家都吃喝得差不多了 交流的也差不多了 终于就进入了这一次晚宴的第二个环节 那就是总结了和明日炼气大赛的报名了 所谓总结 说白了就是各种吹牛皮 因此随着炼气师工会会长再度开口总结 所有炼气师都是竖起耳朵 据今会神帝听着 一个个都是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 唯有凌云自己闭目养神 其余人爱怎么的就怎么的 终于 在那会长说了一大堆总结后 可算到了明日炼气大赛报名的时候了 各大势力都最多只有三个名额 日月神谷自然就由凌云和另外两名青年炼气师代表参赛 想要参赛的人需要走到最前方说出自己一句参赛宣言 这种报名方式也算是为了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 让整个晚宴更加热闹一点 万堂第一个走上前发表自己的参赛宣言 只听见他道明日的炼气大赛 我会让所有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炼气天才 他说完之后 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响声 在他说完参赛宣言之后 其余青年炼气师也相继发表了自己的参赛宣言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炼丹师 明日的主角就是我 而我的名字就是丰傲 各种言论频频而出 以至于现场的气氛一波高过一波 轮到凌云了 若不是非要这种方式才能够参加明日的炼气大赛 凌云是不屑于浪费时间来说这些废话的 但没有办法 规则如此 凌云只好走上前去 只是 他刚走到庭院最前方 还未开口 就听见了众人各种不友好的议论声 我记得他 他就是之前在炼气师公会前对乌宝大师和万堂大不敬的那个小子 哼 这种目无尊长之辈 根本没有必要让他参加明日的炼气大赛 日月神谷出来的炼气师果然一个比一个恶心 第1308张科三个响头 大多数人都是对凌云嗤之以鼻 各种不好的议论声不断传开 这些话语自然全都落入了凌云耳中 这就让凌云非常不悦了 一开始凌云本来随便说去别的敷衍一下就算了 但谁知道这些人非要如此狗眼看人低 但他并未多说什么 而是继续发表自己的参赛宣言道 这练气大赛 那自己也就没有办法得到 老颜口中的龙石 更没有机会进入那所谓的气垫 以及利用气垫之中的宝气 来提升自己的武道修位了 所以现在这句参赛宣言 已经是他低调了 不知多少倍了 虽然这句宣言在凌云看来已经低调了不知多少倍 但对于现场的众人来说 绝对就是天雷滚滚级别的存在了 明日参加练气大赛的练气师都是垃圾 这对那些明日要参加练气大赛的人来说 绝对就是一种侮辱了 以至于各大势力的练气师都是纷纷不爽 这小子说什么 他是不是一个傻子 这也太嚣张了 日月神谷就只能够培养出如此没有素养的练气师吗 这种人也配成为练气师 也配代表日月神谷来参加练气大赛 日月神谷是没有练气师了吗 众人都是义愤填膺 就连空文和元记等人都是一脸猛逼 完全没有想到凌云会说出这种话来 这无疑就是在引起群奋 臭小子 你有种再说一遍 万堂本就对凌云非常不爽 现在无疑就更不爽了 再加上他本来就喜欢出风头 随意此番立即就站出来 对着凌云以止气使地喝道 依你的练气水平 连给我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就更没有资格让我再说一遍 凌云目光直视万堂 言语之间满是蔑视 这就更让现场所有人无语凝页 万堂近一年来的恋单天才 他连给这小子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开什么玩笑 还真是会大言不惭 这小子竟然都狂妄到这重地步了吗 他哪来的勇气 他哪来的能耐 你万堂怒火冲天 你什么你 照在这里跟我说废话 是罗子是马 明日练气大赛自会分晓 这句话我不仅仅只是对你一个人说 也是对现场在座有疑问的所有人 凌云冷冷喝道 说完 他转身就欲要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 凌云 前世好歹乃威震神界的龙武大帝 纵然如今虎落平阳 但并不代表着他就需要处处隐忍 更何况 以他的练气水平 在场有谁能够跟他相提并论 哪怕就是这练气师工会的会长 也入不了凌云的眼 更别说其余练气师 说其余练气师是渣渣 那都已经算是对他们不错的评价了 若是在前世 都不知道有多少仙尊神将哭着 喊着求凌云对他们做出一番评价 哪怕说他们是一句废物 那他们恐怕都会感到无上荣光 即便这样 凌云恐怕都懒得对他们多做任何评价 站住 万堂怒喝道 让凌云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参加练气大赛的人除了满足30岁以下外 必须是要在练气师工会公正过的练气师 而且还至少需要是无品练气师 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无品练气师 你没有资格参加明日的练气大赛 万堂多多逼人 他的话一出 众人方才纷纷往凌云的胸口望去 却竟然没有发现凌云佩戴徽章 这不由得让众人也都是跟着纷纷怀疑了起来 唯有凌云痴笑一声 这万堂是被自己气得失了痣了吗 若自己没有参赛资格 日月神鼓起会让自己参加练气大赛 果然 恼羞成怒容易让人智商下降 若我没有资格 那你就更没有资格 凌云撇了撇嘴 淡漠一笑 那看向万堂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待一个傻子一样 哈哈 莫非你的练气师品级还能比我高不成 饺子 少在这里说这些废话 速速将你的练气师徽章拿出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吧 万堂逼迫道 就算凌云有资格又如何 他料定凌云的练气师品级一定没有他高 而凌云之所以不敢将练气师徽章佩戴出来 说白了就是觉得自己的练气师品级在众人面前丢人 所以没敢佩戴罢了 他现在让凌云将练气师徽章拿出来 若凌云的品级真的比他低 毫无疑问他就可以趁机好好羞辱一番凌云 杀一杀凌云的气焰 看凌云以后还嚣张什么 证明这当然可以 不过就这么证明 那多没有意思 这样吧 若是证明我的练气师品级确实比你高 你就给我磕三个想头 若是证明我没有资格 或者我的练气师品级没有你高 那我就立马给你磕三个 讲头 同时放弃参加练气大赛 凌云怎能不知道这万唐的心思 不就是想要让自己难堪 既然如此 那凌云就要让万唐知道 最后到底是谁要谁难堪 听见凌云的话 现场众人都是猛了 谁不知道万唐乃六品练气师 在这一次的青年练气师中 绝对属于最为顶尖的存在 比他品级高的人 除了那名神秘美女练气师外 绝无第二人 这凌云提出这样的要求 不就是明摆着要给万唐磕头吗 包括万唐也没有想到 凌云会提出这种要求 怎么 你不敢 不敢就给我乖乖滚一边去闭嘴 什么玩意 凌云故意刺激万唐道 这一下子就让万唐的怒火 更加雄雄燃烧了 他不敢 比他品级高的练气师他都知道 除了那名神秘美女练气师 绝对找不出第二人 他有着十足的自信 有何不敢 他猜测凌云这么说 一定就是想要吓唬他 认为他不敢 真是愚蠢 好 就如你所说 万唐一脸冷笑地答应了下来 第1309章梦虚作假 万唐的答应 让现场所有人都是露出了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众人自然也都不相信 凌云的炼气师品级能够比万唐还要高 所以几乎都是用一种看待傻子一般的眼神看着凌云 于是他们几乎都是在等着凌云亮出徽章之后 给万唐嗑三个响头 对于众人的目光 凌云毫不在意 他清冷一笑 万唐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好了 这般说着 凌云便是将他的炼气师徽章直接掏了出来 见状 现场陡然之间都是安静了下来 他们都没有想到凌云是到如今竟然还如此自信满满的样子 莫非他的炼气师品级真的比万唐高不成 也是怀着这种疑惑 众人的目光最后全都锁定在了凌云拿出来 并且挂在了胸口的那枚炼气师徽章上 只见那是一枚银色徽章 其上一共有着七道光点 这代表什么 代表着凌云是一名七品炼气师 见场所有人顷刻间都是哑然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可能是七品炼气师 整个九州 七品炼气师屈指可数 除了乌宝和空文等几人外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还有这么一名年纪轻轻的七品炼气师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那万唐本来脸上都已经绽放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此刻他的面色也是瞬间就凝固了下来 随即充斥他面色的就是一抹惊恶 俨然 他也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不仅仅是他 就连那乌宝和福安等炼气师工会的长老也是未知一证 七品炼气师 跟他们同品级的炼气师 这怎么可能 两久之后 不少人方才稍稍回过神来 这不可能 如若他真是七品炼气师 我们不可能从未听说过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么年轻的七品炼气师 这绝对是开玩笑 打死我都不信 这其中绝对有猫腻 众人众说纷纭 几乎没有人相信凌云真有七品炼气师的品级 你你不可能是七品炼气师 你这枚炼气师徽章一定是假的 竟敢在炼气师工会弄虚作假 你好大的胆子 万堂一万个不相信地质与凌云道 经过他这么一说 周围其余炼气师也都认定凌云的炼气师徽章一定是假的 若是真的 凌云早就将其佩戴在胸口耀武扬威了 之前为何还不敢佩戴出来 说白了就一定是作贼心虚 你想耍赖 凌云目光直视万堂 哼你的炼气师品级不可能比我高 你真当我们这些人都是白痴吗 哪一枚假的炼气师徽章就可以糊弄我们 万堂冷哼道 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这枚炼气师徽章是假的 凌云嗤之以鼻 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这枚炼气师徽章一定是空文给你弄出来的吧 没想到空文和日月神谷为了夺人眼球 连这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这一次说话的不是万堂 而是乌宝 空文是七品炼气师 他有资格考核炼气师 他和凌云都是日月神谷之人 凌云有着七品炼气师徽章 那毫无疑问就是空文帮他弄的 此话一出 众人更是一致认为 日月神谷去年丢尽脸面 所以今年就用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 想要打造出一名炼气天才出来夺人眼目 这也太恶心了 以至于众人看向空文等日月神谷众人的眼神 更加变得更加厌恶了几分 乌宝 少在这里胡乱诋毁老夫 龙武大师的炼气徽章的确是我帮他弄的 不过七品炼气师他实至名归 空文这个时候自然坐不住了 龙武大师这个称呼是为了考虑凌云的安危 所以凌云龙景和空文等人商量之后特意这么叫的 毕竟此时凌云的名声已经惊动了整个九州 没有听说过凌云这个名字的人已经只是占少数了 此番只有龙景在凌云身边保护 这里又鱼龙混杂 各大势力的炼气师都有 有必要让凌云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身份 以免遇到什么大麻烦 只是当空文说出这个称谓来的时候 现场所有人都是忍俊不禁地大笑了起来 堂堂空文大师 竟然叫这么一个20岁出头的小子大师 这也太搞笑了吧 用这种方法来证明眼前这小子确实是一名七品炼气师 演戏演得也太逼真了一点吧 空文你就别在这里死撑着了 若是你说这小子的七品炼气师是实至名归 那不如就将他考核的镜像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乌宝当然也不相信这么一个小子能够跟自己的炼气师品及持平 乌宝镜像已经交给了炼气师工会的镜像格 每隔一段时间镜像格都会对没有审查的镜像审查一次 而六品炼气师和七品炼气师的考核镜像必须得有会长大人审查 若是你觉得不妥 大可请求会长大人宪 在审查一番 空文底气十足地道 林云的炼气天赋和炼气水平他丝毫不会有任何担心 这些人若是执意不信 那最终打脸的也绝对是他们 罢了 镜像本会长之后会抽空审查 今日的晚宴不过是明日炼气大赛的报名而已 有没有真实炼气水平 明日的炼气大赛自然就会分晓 大家不要因此伤了和气 剩余的其余要报名明日炼气大赛的炼气师继续上前发表宣言吧 这炼气师工会的会长叫做焦 他似乎并不希望事情再这么闹下去 索性直接发话就此打住 因为今日这场晚宴 他希望的主角并不是凌云 若凌云的镜像考核成功 那今晚晚宴的所有光芒无遗就会被凌云掩盖 如此一来 那这场晚宴最重要的第三个环节 也就是他所要向现场所有炼气师介绍的 他那名得意弟子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既然会长大人都发话了 其余人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 会长大人仁慈 暂时不追究你的责任 但明日的炼气大赛 我看你如何丢人现眼 万堂鼻孔出气 第1310张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是吗 那明日的炼气大赛 谁输谁磕100个响头 由会长大人和在座的各位做一个见证 谁在耍赖谁就是孙子 谁就从九州炼气师工会除名 林云淡莫一笑 十分挑衅地道 今晚不给自己磕头 那林云明日就让这万堂磕个够 来就来 谁怕谁 万堂不屑一顾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100个响头 从九州炼气师工会除名 这龙武玩得真狠 他就真的这么自信吗 以至于众人对明日的炼气大赛更是期待了几分 接下来 其余炼气师也纷纷发表了参赛宣言 其余势力的炼气师发表宣言之后 众人都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但日月神谷另外两名要参赛的青年炼气师发表宣言后 得到的却是嘘声一片 对此 日月神谷众人纵然不爽 但也似乎是见怪不怪了 最后 报名环节就此结束 既然已经报名成功 那林云自然就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留下来接受现场众人的白眼和嗤嗤以鼻了 只是正欲要离开 却突然听见那会长焦突然道 接下来将进行晚宴的第三个环节 这一个环节也算是我的一点私心 众所皆知 我之前收了一名弟子 但自从将这弟子收入门下后 他就一直闭关学习炼气一道 这一次正值炼气盛会 所以我就想要趁此机会 打算将我这个得意弟子介绍给大家认识 此话一出 现场立即就沸腾了 神秘美女恋气师终于千呼万唤要出来了 当即所有恋气师都是满脸好奇 满心期待不已 会长大人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将那位神秘美女恋气师叫出来 让我们大家见识一下吧 有人迫不及待地道 娇微微一笑 就看向庭院入口处 并且大声道 嫣儿 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刷刷刷 无数道目光全都齐齐地往庭院入口处望去 因而 听见这个称呼 凌云心底莫名的一阵悸动 正要离开的他双脚如同灌了千亿般 再也没有迈出一步 目光也跟其余人一样不由自主 地往庭院入口的位置望去 也就在凌云和众人这般注视一下 一道妙慢身姿突然从庭院外走了进来 女子大长腿 高鼻梁肌肤如雪配上辣精致的脸蛋火爆的身材 风韵十足妥妥的欲解发 其一出现现场不少青年都是眼饭桃花 美 确实美 虽然不至于美的惊天动地那么夸张 但也绝对算得上是陈于落雁 碧月羞花了 天啊 果然是美女炼气师 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快看他胸前的炼气师徽章 七品炼气师徽章 他竟然已经是一名七品炼气师 不但人美 在炼气上的天赋还这么恐怖 我宣布 从今日开始他就是我的女神了 众人见到来者女子之后 一个个都是心缘一马 议论纷纷 特别是见到女子的美色和那七品炼气师徽章后 一个个都是震惊万分 九州之上竟然还有这种级别的有物 当真是九州之福啊 如烟 但凌云却真正的站在原地 脸上满是惊喜 他从未想过 那所谓的神秘美女炼气师 竟然就是凌云一直想要找的柳如烟 他竟然成为了炼气师工会会长的弟子 他竟然已经是一名七品炼气师了 什么是惊喜 这就是惊喜 什么是意外 这也是意外 柳如烟 他成长得比凌云想象中的还要快 这也是为何之前空文提到那所谓的美女炼气师时 凌云没有将其往柳如烟身上想的缘由 看来这妮子这两年没少吃苦啊 柳如烟连部微台 一平一蹴极具美感的走到了庭院最前方的娇身边 冲着现场所有人拱了拱手 然后就在娇的诗意下 对所有人道 柳如烟见过在座的各位炼气大师 贵长大人可真是慧眼石珠 竟然能够发掘出这等炼气天才 贵长大人可真是收了一个好弟子 让我等都是艳羡不已 各种奉承的话从一名名炼气师口中传出 其实也不算是奉承 大多炼气师发自内心也是这么想的 在这些话语之下 交欢喜不已 我就紧经 早就对你爱慕已久 这是我事先精心为你准备好的一个小礼物 希望你会喜欢 一名酒尊门的青年炼气师 也就是福安最为得意的门生见状突然走了出去 其拿出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地 就当着众人的面地给柳如烟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道 从他的话语之中便可知 此人就是想要追求柳如烟 不仅仅是这景经 那万堂也立即走了出去 同样拿出了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 递给柳如烟 早就听闻如烟小姐何等了得 今日一件果然不同凡响 我叫万堂 这是我耗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给你准备的礼物 希望你不要嫌弃 接下来又相继又几人走上前去献殷勤 对于这些人的殷勤 柳如烟似乎都非常不感兴趣 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也不好不给这些人面子 索性只好全都将东西接了过来 只是刚接过所有礼物 一道走上前来的身影 就让其整个身体都是一颤 毫无疑问 这道身影正是凌云 见到凌云走上前来 而且还是两手空空 万堂立即就怒对道 小子 如烟小姐 岂是你能够亵渎的 马上滚开 哼 就凭你也妄想讨好柳如烟 也不撒抛尿照照镜子 那叫做紧晶的人也冷嘲热讽道 至于其余人 同样看向凌云的眼神极度不友好 唯有柳如烟不一样 他先是一阵发楚 随即脸上就是意志不住地激动起来 双眼之中满是复杂情绪 这两年来 他想过很多跟凌云久别重逢的画面 他原以为他早就做好了各种见面的准备 但此时此刻真的见到凌云 所有的准备和冷静都已经抛之脑后了 他的眼中甚至都已经忍不住涌出了一丝高兴的泪水 好久不见 柳如烟轻轻地说出四个字 然后直接将万堂和景金等人送给他的东西丢在了地上 直接冲到了凌云身边 跟凌云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